接下来这画面也会让你看到下一大跳 带你来看到是长江 近半世纪特大红风 日前过境三峡 大陆重庆首当其冲 淹水淹得相当的严重 不过竟然还是有民众 真的是不要命了 跨越警戒线在那边玩水 甚至还跳到了水里头 说要练游泳 一跨再跨 男女老少一起来 完全无视这条警戒线的存在 明明另外一头是湍急的红风急流 这位大神就是要在水中间摆pose拍照 大叔的身手更矫健 干脆站在高高的护栏看热闹 重庆洪风过境大淹水 民众却猛玩水 甚至有两位老兄不要命 硬是要跳进水里再附在城 当时他说不要你们管 我们是有云爱好罪 我们要进行打洪水的防漂 所以我们也听得起打水 洪风过境造成灾情 像是湖南的黄盖湖水位暴涨 为了安全起见 必须用电机排水 却让多达八顿的鱼群 大量死亡 你们捞了几天了 我们捞了四天了 一个星期左右了已经 捞了多少鱼了 捞了几船 这些死亡的整个水质 遭到了很大的破坏 对人们的生产 生活用水 都有很大的影响 湖面上到处都是翻肚死鱼 看了很吓人 大陆进入讯息以来 洪风过境 20条河流发生超大历史洪水 高达1.13亿人受灾 损失惨重 中文字幕志愿者